这里是三分钟历史 每天用三分钟见面一段陈锋的历史 封建时期一个朝代往往存在不过几百年就会由胜转衰 然后逐渐被淘汰被新的朝代所代替 朝代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正是因为朝代的不断更替 人类才会不断向前发展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律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生过很多这种事 后人呢也就见怪不怪了 而且新王朝的统治者往往都会是异形人 古时人们常说的皇帝轮流坐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的 但是中国的姓氏有很多 所以自然是不可能发生所有的姓氏都做过皇帝的可能了 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 有一姓氏人口最多的时候还不到两万人 但却破天荒的出现了18位皇帝 可以说是相当之多了 说他是天生帝王之姓那也不为过 司马姓氏最早出现在西州时期 更早的时候司马只是一个官迷 当时的司马其实是专门负责管马匹的官 到了西州时期 司马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官 之后便以官职为姓 司马姓也是历史上一个出现皇帝比较多的姓氏 主要还是因为德士的原因 司马姓氏的第一位皇帝是司马炎 但是司马家的皇位却是得益于司马懿和司马昭 这两人都是魏国的权臣 但也都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司马懿此人臣服极深 从来不表露自己的意图 也很能隐忍 还凭着长寿成功地熬死了曹家的好几代人 司马懿死后终于在司马昭这一带开始行动 曹家的统治终于落幕 天下改姓司马 据统计 司马姓氏的皇帝历史上总共有18位 司马家族统治江山将近155年 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要知道 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也不过出了16位皇帝 这也足以证明 当时司马家族的基因到底有多强大 但是时至今日 司马姓却并没有壮大 人口也不过2.8万人 甚至在百家姓里都没有列入前100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